另外在高雄县鸟松乡的一处农地 昨天也突然冒出了泥浆 喷发高度达到一公尺 到今天都还在持续 这是当地前所未有的现象 民众怀疑是否跟最近 全球一连串的大地震有关 但是有学者认为 两者之间未必有关联 民众不需要太过紧张 灰色泥浆不时向上喷发 把原本空旷的农田都变成泥池 泥火山虽然不稀奇 但发生在属于平原地形的 高雄县鸟松乡 却是地方史上第一次 民众络绎不绝 不只要来看奇景 还有人想要趁机用泥浆养颜美容 已经喷发了一天一夜 泥火山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连旁边的灌溉水沟都已经满是泥浆 商务所还要请来挖土鸡书郡 以免泥浆满到路面上来 现象越持续 附近的民众也开始担心 最近全球都有强震传出 再加上台东连传地震以后 鸟松就冒出泥火山 民众难免紧张 不过学者表示 泥火山和地震 都只是地壳变动导致的结果之一 不见得有关联 也不一定能够解读危大地震的前兆 地震的确也有的时候跟泥火山的比较激烈或者异常活动会有一些关系 就理论上它还是会有关系 不过这些关系我们很难在科学上建立的那么明确 泥火山其实不是火山 只是喷发现象类似 学者表示 南部地区求林地的泥火山至少有几十处 只是平原地区比较少见 民众不用过度解读 反倒是泥浆如果持续涌出就可以做长期的监测 确定没有过量有害气体 酸碱值也安全的话 高雄就等于多了一处泥浆温泉 记得网友是蔡明校高雄报导